那些人經常想美國制約中國多些 說中美關係越惡劣 傾向美國多些人所處境一樣越惡劣 香港的政制其實是幾方面互動的 一個是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 另一個是香港自己香港人都要作取者 97年香港回歸 這件事是誰主導的呢 是英國主導還是北京主導 還是香港人主導呢 很明顯是北京主導 如果是英國有得主導的 他就想以主權換治權 形式上給你實際給我管 繼續用以前那套方式 以及香港是留在西方陣營 扮演西方想香港扮演的角色 中國就想香港回歸 不只形式回歸 生態上也要回歸 但是香港人在回歸之後 整體上是受西方的影響比較多 要想用西方的意識形態去主導 基本法的解釋權去主導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 這個與中國原先所設計的不一致 我在許多場合都提醒香港人 現在是北京主導 北京想走的路 你不讓他走 不讓他走 即是證明他以前設計出來那套不成功 不成功他便走過第二套 原本那套給予香港人的自主空間相對多 你說這些是假的 這些是假民主、假自由 我們要純正的 要全部香港人掌握的 北京不能參與 要追求一個這樣的政治發展方向 或者政制 與北京是不一致的 是不可能出現的 即是香港的反對派 將北京定位作邪惡政權 一黨專政 要加以想辦法令他結束的 這是你自以為可以主導香港 主導不了的 主導不了 反而會令北京覺得 之前給香港的自由 有些可能給過龍了 要收回 現在正在收緊 其實還未收完 還未收完 收了少許 譬如說 一國兩制已死 已經說沒有了 要大逃亡 要移民了 可能整下去 現在還剩下的 還剩下的 也沒有了 北京要香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 扮演一定的角色 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香港人 要對著幹 還是要站在西方的角度 去決定香港如何發展 這一定是跟北京 產生進一步的糾紛 北京一定會進一步收緊 現在其實我認為 一國兩制還大部分在 例如香港還在行資本主義 就不是說 行國家主導的經濟 香港還在行普通法 不是在行大陸法 香港的個人自由 自主的空間 還是相對大 譬如我們周圍去旅行 選擇日籍哪個國家都行 如果搞得不好的話 他認為香港人是威脅到 共產黨在中國的質政地位 想扭轉整個 中國現在發展的方向的話 我相信很多事情都還會收緊 譬如現在我們還有外籍法官 還有終審權 但是你說我們的法官 要不要被北京的取態影響 甚至要跟北京對著幹的話 你的判決 是不考慮北京對國家安全的看法的話 他便不讓你外籍法官選 嚴重一點 他說不讓你在香港 接受英式教育出來的人 去處理香港的法律問題 這樣便沒有香港的司法獨立 如果你的司法獨立 是威脅他的政權的 他當然不會因為西方的理念 而放棄他想達致的事情 所以香港選擇 哪條路香港人 都有自己的選擇可以做 即是你選擇跟北京對著幹 你可以的 下次立法會選舉 便選擇那群對著幹的人 證明這樣的選舉 會得出一個跟北京相反的結論 北京唯有修改基本法 修改選舉的方式 這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所以香港人要自己作選擇 即是威脅我 逼我選擇你的人 這個形勢就是這樣 譬如芬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你選擇一個反對蘇聯的總理出來 最後便要自己重選 選擇一個不同蘇聯對著幹的人出來 他不是蘇聯陣營的 都被迫要面對現實 我看政治 我很少只是看法律條文 我只是看政治現實 哪些事情是可能發生 哪些事情是無法改變 哪些事情還有機會改變 會改變的 不只是期望別人去改變 你如何透過自己的選擇 自己的行為 去產生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改變 香港人應該是認清形勢 決定做哪些事情對香港最有利 哪些事情你得過做字 做完都得不到 如果那些事情做完都得不到 最後還害了香港 那就真的要散絲而行 知所行止 建制派原本的角色 就是北京想打造的一國兩制 扮演一個好好看看的角色 現在這個角色是被反對派揭露了 說他是假的 他們原本的角色是 國家一樣覺得扮演得不成功 但是他們本身的力度有限 他們的對手也不是香港的反對派那麼簡單 是整個國際兩大陣型的較量 所以香港的建制派 他們的角色是扮演得不好的 他們沒有自己的角色 他們是扮演著 當然他們如果扮演得好 他們可以當香港人的一股力量 一個香港人的選擇 這個不成功 別人亦不是那麼順滕 讓你扮演 所以你說他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我是立場上親建制 但我不是建制派的實際成員 所以我還未曾想過他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只不過我看到什麼說什麼 北京當然想他有角色扮演 他扮演得不好 現在其實是要重新去定 別人就當你是外國的代理人 你當外國的代理人 中美如果鬥爭激烈的話 去到熱戰 誰知道首部這麼少 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11萬日裔 其中很多人入了美籍 全部都被拘捕了 你不用有政治傾向 總之你的膚色血緣都被拘捕了 由四二年到四五年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都被困在集中營 銀行戶口游動 收音機都被拘捕了 所以當兩國矛盾激化的時候 就不太簡單 所以那些人經常想美國制約中國多些 中美關係越惡劣 傾向美國多些的人所處境 就一樣越惡劣 美國就當中國是敵人 中國還想和美國維持關係 還有一點點想維持關係 如果中國放棄和美國維持關係 那就不知拘捕那麼少了 我自己覺得 拘捕多少 他們受到什麼待遇 是中美的關係 去到幾惡劣來決定的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